車訊和Option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陣子我們接到雜誌讀者打來的電話 向編輯部詢問 你可能會想 車子都是往前開 後鏡頭真的重要嗎? 如果要安裝後鏡頭 那是不是連左側跟右側 都要一起安裝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用車的狀況 我現在開的車子到這個月剛好滿9年 中間出過三次的車禍 有兩次是從正後方撞上來的 有一次則是右後方車輛變換車道的時候 不小心插撞到 我三次都是零罩折 那這三次也都是靠後鏡頭 來幫我釐清事故的責任 對方也是看到後鏡頭的影像之後 就摸摸鼻子認了 所以你覺得後鏡頭重不重要呢? 我們現在在台北的車禮物 汽車百貨賣場 等等就要進去挑選兩款主流 而且是規格相近的行車紀錄器 來看看他們使用上有沒有什麼差別 藉此讓觀眾朋友了解到 怎麼樣來挑選好的 雙鏡頭行車紀錄器 我們之所以直接到汽車百貨來購買 是因為雙鏡頭行車紀錄器 它的安裝比較複雜一點 尤其是如果你為了停車監控功能 而安裝電力線 這部分就要走保險絲的電源 會比較麻煩一些 另外就是休旅車或是先備車 因為它的尾門可以開啟 所以建議你的線路要走隱藏式 不然就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既不美觀又可能造成線路的故障 因此建議觀眾朋友 如果你買的是雙鏡頭機種 建議還是請店家幫你做專業的安裝 方便又有保障 好 現在我們兩組雙鏡頭行車紀錄器都裝好了 左邊這一台是M牌8系列最新的前鏡頭主機 右邊是A牌旗艦V7系列的前鏡頭主機 接下來我們會針對選購的重點做測試 包括實拍的畫質、測速提醒 以及其他功能的差異 首先我們來看前鏡頭白天拍攝的畫面 你可以發現到最新M牌8系列 它在行駛的時候看起來比較清晰 那是因為它是1080P Full HD 60fps的規格 也就是每秒以60幀的方式來記錄 雖然A牌旗艦V7系列也有60fps 但請注意看慢動作的影片 它的車牌和路標的字就沒有那麼的清晰 雖然整體畫面亮度是A牌V7系列比較亮 但動態的細節清晰度明顯還是M牌8系列比較好 至於白天後鏡頭的影像部分 M牌8系列以及A牌的V7系列 都是1080P 30fps的錄影規格 不過和前鏡頭情形比較不一樣的是 A牌V7系列的後鏡頭就變得比較暗淡一點 看起來沒有M牌8系列的畫面那麼鮮豔 至於清晰度的話 一樣是M牌8系列比較好 就算是在行駛中 還是可以清楚辨識出車牌號碼 這邊有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它就是後鏡頭的自願度 像M牌它的後鏡頭自願度就很高 所有新舊款的M牌後鏡頭 幾乎都可以對應自家的新舊機種 如果觀眾朋友你的預算沒有那麼高 只考慮更換主機的話 那你就可以沿用舊的後鏡頭 這樣同時還可以省下一道 埋線柴裝的工 另外我們找了一個有隧道的路段 來看看兩台主機對於光線反差比較大的狀況 有沒有辦法即時的做出反應 我們用慢動作仔細看 左邊M牌8系列 由於有最新版HDR與獨家的調校技術 它會很快很平順的調整畫面亮度 既不會過曝也能清楚看到前方的車牌 至於右手邊A牌V7系列的畫面 雖然機器也有HDR 但是要出隧道的時候 畫面卻是一團的白光 必須等到車子完全離開隧道後 才能看得清楚 這時如果真有事故 而對方又逃逸 這個影片可能就無法作為矩陣來使用 開車在路上其實蠻容易碰到 類似有這種強烈光線變化的路況 像是進出地下停車場 晚上從暗向開出來 行車紀錄器如果能對光線變化的反應更快 也就能夠更清楚紀錄下前方或後方的路況 相對起來會更有保障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 前鏡頭夜晚微光的路段 左邊畫面同樣是M牌8系列 右邊則是A牌旗艦V7系列 你可以看到兩台都配備有Sony星光級的感光元件 在夜晚微光的時候 右邊A牌V7系列整體的感覺會比較亮 但仔細看前方的車牌 你會發現有過曝的情形 相反的 左邊M牌8系列反而能夠比較清楚辨識出車牌 至於在車輛移動比較快速的時候 M牌8系列也還是能維持一定的畫質水準 畫面的清晰度依舊比右邊A牌V7系列要好上許多 而在一般市區道路的夜間畫面 左邊的M牌8系列則是因為使用獨家的調教技術 不容易像A牌V7系列常出現過曝的情形 畫面有更好的辨識度 對於夜晚事故的釐清也會更有幫助 再來是後鏡頭夜晚的部分 兩台都是採用Sony星光級感光元件 也同樣都是以30fps來錄影 但實際上M牌8系列的拍攝畫面更清晰 顏色也更飽滿 觀眾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左邊畫面裡後方車輛的車牌還是比較清楚的 再來針對測速照相提醒的部分 兩台行車記錄器除了一般的固定式測速照相提醒之外 也都有最新的區間測速照相提醒 避免你的荷包在不知不覺中大失血 最後則是其他差異的部分 像是Wi-Fi無線傳輸功能或是停車監控的功能 也是許多消費者在購買行車記錄器的時候會納入考量的部分 可惜Wi-Fi功能在這次評比之中只有M牌才有 因此這部分以後會再做更詳細的介紹和比較 整體來說在挑選雙鏡頭行車記錄器的時候 畫質和測速提醒還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感的 這樣才能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假如能夠再加上停車監控等等的附加功能 這樣會讓雙鏡頭行車記錄器發揮更全面的守護功能 如果觀眾朋友對選購雙鏡頭行車記錄器還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七二教室小學堂我們下次見 掰掰